刘昆这边守住了晋阳 司马腾却没能守住夜城 吉桑和石勒被眼周刺使 苟西击溃以后 落草为寇 竟然很快弄了上万兵马 不久又卷土重来 再攻夜城 司马腾派大将冯松 带三万兵出征 冯松打了一个大败仗 逃了回来 司马腾奇怪地问道 你带三万正规军 难道打不过一万土匪吗 冯松道 战士们很久都没有发响了 过得还不如土匪呢 怎么能好好打仗 现在国库空虚 您不如把家里的钱 拿出来激励将士 这样才能取胜 司马腾一听就怒了 你怎么不把你家的钱 拿出来 冯松道 我那点家产顶个屁用 谁向你有数亿家资 再说了 如果夜城被夺去 你那数亿家资 还不是被人家夺了去 司马腾一想也有道理 于是 命家人把米和布 拿出一部分来给大家分 因为实在舍不得 拿出来的并不多 每名士兵 不过分到几天的粮食 和只够做一身衣服的布 将士们见司马腾这么抠门 谁还肯为他卖命 领了东西便一红而散 抛个金光 司马腾这下着急了 再想携家资逃跑 连赶车的车夫都找不到了 只好捡些黄金细软 骑了快马 离城南逃 在城外 司马腾被吉桑部将李峰 追上赐死 最终落得个人才两空 吉桑石乐 本就是做土匪的 进入夜城之后 把夜城大大的劫掠一番 又杀了不少百姓 临走放一把大火 竟把夜城给烧了 所谓杀人放火抢东西 真是和强盗 没有任何分别 二人抢完烧完 又聚兵向南 直洗眼舟 去供老仇家狗西 狗西和他的弟弟狗纯 部将王赞带兵据敌 吉桑石乐 虽拥有威力很大的惊奇兵 但鲁西以山地为多 狗西的步兵并不吃亏 所以双方打了几仗 不分胜负 形成僵局 狗西极善用兵 知道吉桑和石乐两军中吉桑最弱 于是派狗纯连夜率三千精兵去东武阳社府 又请冀州刺使丁绍断吉桑和石乐北逃的后路 安排停荡 第二天出兵和石乐混战 吉桑本来准备整军增援 那知道刚走了不一会儿 后营狗纯偷袭急忙回去 又被狗纯伏击 吉桑大败 幸亏石乐发现右军出了问题 整兵回救 这才把吉桑救下 但狗西也成事追杀而来 石乐等人来不及整军 一路败了下去 败到河北又遇到丁绍的伏兵 吉桑石乐在乱军中失散 吉桑在今天纪鲁的交界处 烙军遇到了司马腾的旧将田兰和他所带的几百散兵游泳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吉桑被手下败将田兰卓住杀死 石乐辗转逃回上党五乡 这个地方活动着一只数千人的土匪 匪手叫做张贝都 石乐找到张贝都 问道 现在流渊占据了整个山西 你认为你能在山西一直立足下去吗 张贝都道 当然不能了 石乐道 既然不能 而且你的手下都受过流渊的恩惠 我担心他们迟早有一天要判离您呢 张贝都经问道 是英雄 你给我出个主意 我该怎么办 石乐道 我看流渊必成大业 将来天下都可能是他的 咱们不如早一点去投他 混个荣华富贵 绝对不成问题 张贝都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便带众土匪 随石乐投奔了流渊 流渊十分高兴 封石乐为俯汉将军平晋王 封张贝都为亲汉王 在欢迎宴上 流渊无意中提到乌环人张福利度 是一只隐患 此人在乐平镇 具有数千兵马做土匪 仗着天险和流渊作对 流渊硬攻无果 招服又不成 石乐听了笑道 这有何难 请让我为大王招服 流渊半信半疑 不过既然石乐已经张口 不妨让他试试 石乐假装被流渊赶出来 投奔张福利度 张福利度是土匪 石乐也是土匪 见面自然有话谈 谈来谈去 越谈越投机 当即便与石乐 结为异性兄弟 派他下山率众抢劫 石乐打仗很有一套 其他地方的土匪 稍处击败 可谓所向无敌 渐渐的大家都认为 石乐的才能 远在张福利度之上 对石乐颇为信服 石乐见机会成熟 在宴会上一把将张福利度摁住 张福利度不知道怎么回事 喊道 诶 石兄 你这是干什么 石乐并不理他 转头问众土匪 我和福利度 你们愿意服从谁 众人齐声道 愿随石将军 石乐遂绑了张福利度 带了众人来投流渊 刘渊对石乐更加信任 又加封石乐为都督山东 征讨诸军事 这时 山东青州又有王弥和其堂兄王桑 还有杨平县刘陵等人 趁着狗熙和石乐交战 也积聚力量 招了数万兵马 分别造起反来 欲割据山东 司马越急忙升了狗熙的官 拜他为征东大将军 封东平郡公 带重兵前去征讨 司马越也亲自带兵 从河南许昌移兵到 山东省西南的眷城 参加征讨 与狗熙互为声援 狗熙和弟弟狗纯去打王弥 王弥屡战屡伴 一路后退 在山东宜蒙山区 和狗纯捉迷藏 王弥很是辛苦 非常泄气 却又想不出好办法 手下谋事曹仪道 狗熙这个人很厉害 兵力也比咱们多 要想打开局面 不如避开他 去偷袭洛阳 王弥大惑不解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 我要是从山里钻出来 狗熙一定会追在 我的屁股后面打 从这里到洛阳 有上千里 沿途又要攻城夺地 前后授击 不是自取死路吗 曹仪道 司马越把所有的兵力 分成两路 一路交给狗熙 另一路由他带到了眷城 因此从陆熙到许昌 再到洛阳 一路空虚 只有些老弱残兵 把守城市 只要咱们骗过狗熙 跑得够快 不怕洛阳拿不下来 曹仪出的这个主意 相当精妙 王弥连城佩服 立刻整军带五万人马 穿上官军的衣服 向许昌而去 留下曹仪带一千人马 继续跟狗熙捉迷藏 曹仪命多做草人 穿上军服 插在山上 竟把狗熙给骗过去了 王弥乍称官军回都 夺了许昌重地 而其余小城基本无兵把守 所以王弥一路畅通 很快杀到洛阳城下 洛阳城还有一万进军 勉强将城池守住 王弥攻了许多日 眼看就要攻下洛阳了 真是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恰好梁州刺史张鬼 派都护北攻纯 带一千多人来京城办事 见王弥为城 遂带千名骑兵直杀过去 这一千人 虽然人数少 但十分勇猛 王弥的军队被这么一冲 顿时大乱 没了队形 城里的军队 以为是大队援兵到了 也打开城门杀出来 两面一攻 王弥溃败 只带了几千兵马 北逃 王弥在黄河边上 看见刘灵也带着几百号 准备渡河 过去一问 原来刘灵被司马越杀败 也是一路逃过来的 两个难兄难弟一商量 还是投奔刘渊吧 刘渊听说两个人来投 拜宴相迎 宴席上王弥说 您已经称王多年 一直割据一方 太可惜了 我看您不如称帝 然后先西攻长安 再东取洛阳 最后南下统一全国 当年刘邦就是这么干的 您何不效仿呢 刘渊岁于汉元西五年 即近永家二年十月假虚日 称帝于蒲子城 命刘聪、王弥率众三万人守太行 石乐和刘灵率三万人守山西 再于第二年正月迁都平阳 西进历史在这个阶段 基本上分为三个政权 西南为李雄 刘汉占据除太原上党以外的山西全境 还有今天的内蒙中部和河北的一部分 其余为西进政权 而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 是刘汉和西进争夺天下 洛阳之战后 很多人对司马越不满 认为司马越把所有的兵力调到山东 根本就没把皇帝的安危当一回事 少帝司马赤此时也在位一年了 手底下渐渐也有了些宠臣 这些大臣把司马越的过失到处散步 意在打击司马越的威信 司马越在洛阳安插了不少密探 听说这件事后 带兵来到洛阳 把少帝司马赤身边的新附近臣 中书间庙间 太普清庙印 散旗常侍王延 上书和随 太史令 高唐冲等 十多个人全部杀死 少帝干着急没办法 只能趁没人的时候 悄悄在后宫跟几个心腹太监诉苦 一边痛哭一边大骂 要说奸臣贼子 也不是哪个朝代都有 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呢 司马越又将宫廷侍卫中 所有不是自己提拔起来的武官 全部罢免 然后留在洛阳独掌朝纲 从此彻底在精神上和权力上 完全掌握了细进 有一个叫朱旦的左基努将军 也在罢免之列 他十分怨恨司马越 便投奔到刘渊那里 称司马越和皇帝闹矛盾 人心不齐 正是攻取西进的好时机 刘渊早有一统天下之心 既然时机来了 岂能放过 当即命汝阴王刘景 带五万精兵 先攻黎阳 刘景和防卫黎阳的 科技将军王堪打了一仗 占了黎阳 刘景进城后 纵兵抢劫杀人 又把黎阳三万多名百姓 全部扔到黄河里淹死 刘渊听说后大怒 我是要夺天下的 夺天下者先要得民心 你小子 这不是让人民恨我吗 遂下令道 朕让你去杀司马氏 不是让你去杀百姓 将刘景贬为平鲁将军 让他带兵返回 另派刘聪王弥 带兵攻取洛阳 刘聪王弥 带兵来攻上党 太守庞淳带兵拒敌 连吃败仗 司马月急派淮南内使 王邝将军施荣和曹超五万人 北渡黄河增援 过了黄河之后 施荣认为太行山险恶 对方又熟悉地形 建议王邝先不要过太行山 一方面侦察敌情 一方面等待对方出山 在平原迎击敌人最为妥当 王邝骂气胆小 并且说对方都是骑兵 山地有利于己方的步兵 根本不必担心山地作战 哪知道 王邝的军队来到太行山中 一个平坦而空旷的山谷中时 遇到刘聪王弥骑兵的四面掩杀 王邝拼命反击 总算带着万余人杀出重围 逃了回去 庞淳见援军败退 只好投降 刘聪王弥乘胜渡过黄河 先与镇守黄河南岸的平北将军曹武打了一仗 大胜 再和南洋王司马摩从长安派来的援兵 淳于定打了一仗 又胜 曹武与淳于定吃了败仗 先后逃到洪农郡 洪农太守袁延本来也准备出兵 曹武与淳于定告诉他说 刘聪和王弥太厉害了 你这点兵马根本不够他塞牙缝的 不如一起逃吧 原言很重视曹武和淳于定提供的军事情报 于是说 既然他们这么厉害 那我就投降吧 曹武和淳于定吓了一跳 我们晋朝还有战斗力 等各处秦王的军队会合后 定能胜他 你何必害怕成这个样子 原言黑黑一笑道 我是乍乡 遂与二人定下计策 让曹武和淳于定带兵埋伏起来 刘聪来到洪农郡宜阳城 原言现成投降 刘聪有点怀疑 不敢入城 在城外扎下迎战 原言派人背上好肉好酒 运到军营大摆盛宴 还找了一些有文艺细胞的军士 为刘聪表演 刘聪的军队打了好多天仗 精神也比较紧张 这天晚上得到了很好的放松 又唱又跳 又是篝火晚会 又是两军大连欢 闹到深夜房才休息 等汉军都睡得像死猪一样了 原言带着有文艺细胞的军士 便在大营中四处放火 曹武淳于定 早就埋伏在营外了 一箭火起 立刻率兵攻进营来 汉军们在联欢会上 消耗了不少体力 又喝了很多酒 又累又困又醉 兵卸甲马卸鞍 兵器放在床底下 冷不丁这么一冲 大多数人都无力还手 甚至没闹清是怎么回事 曹武淳于定和原言在营中杀来杀去 汉军死伤无数 刘聪也被围在营中 冲不出去 幸好 王弥带着一支小部队在远处安营 听说大营被踹了 急忙带千计来救 总算把刘聪救出 两个人在前头跑 原言等三将带人在后边追 刘聪王弥一直渡了黄河才把禁军甩开 刘聪收拾收拾败兵 五万人还剩两万多 恨得牙根痒痒 恨不得咬死原言 刘渊得知刘聪吃了败仗 又派刘耀 刘景 率三万惊奇 增援刘聪 刘聪 王弥 刘耀 刘景 四元大将 带着五万铁骑 再度黄河 又一次向洪农攻来 这回二话不说 直接开打吧 刘耀身先士卒 冲上城头 攻取了城门 大兵一拥而入 原言刚逃出南城门 被刘耀追上 一刀砍下人头 献给刘聪 一扬一破 洛阳门户打开 刘聪很快进抵洛阳 分兵四路 将洛阳团团围住 司马月急问重将 该怎么办 这时 那位来自洛阳出差的 梁州都户北宫纯 还没有走 他说道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今天晚上 我带着我一千西凉骑兵 先把主帅刘聪的 大营踹了再说 当晚 北宫纯带兵偷偷出城 攻入刘聪大营 虽然刘聪晚上也设了警戒哨 半马桩 无奈北宫纯的西凉兵太猛了 在营里杀来杀去 竟然无人能挡 等其他营寨的军队前来增援时 北宫纯已经迅速退回城中 刘聪点查损失 死伤两千兵士 手下大将忽延浩和忽延义 被北宫纯批死 刘聪恨急 猛攻洛阳 但洛阳毕竟是百年古都 城高强厚 又有重兵把守 攻了半个月 丝毫没有进展 刘聪又分出部分兵马留守 自己带了另一部分兵马 离开军营 去嵩山拜山神 想让山神助他攻城 司马月听说刘聪去嵩山了 立刻派兵袭击留下来的汉军 刘聪走到半路上 得报说自己的大营又被踹了 这回是白天踹的 急忙回来 回来后 司马月又退回城中 刘聪再折了几千兵马 授下刘立和忽延朗 两员大将战死 刘聪屡受投袭 连吃败仗 攻城又攻不下 走又走不开 连拜山神都不能 只好向刘渊请示后 退兵回去